杜苏瑞台风越来越靠近 花莲市长魏佳燕 25号一大早前往了南宾抽水站 视察抽水机组的运作情形 二世公所工程团队表示 目前南宾抽水站新旧机组都可以同时运作 最多每秒可以排水48立方米 所有机组都做好了准备 要确保大雨来袭 能够顺利排红 确保地方不淹水 紧邻出海口的南宾抽水站 目前有新旧两套机组可以同时运作 每秒钟的排水量最高可达48立方米 花莲市长魏佳燕 25号一大早再前往南宾抽水站 来关心机组的运转整备情形 从昨天一直关心到我们出海口 跟我们抽水站这个部分 那早上一大早又来 我们是查一下抽水站的状况 那其实我们机组都一直以来 每个礼拜都有在保养跟暖机 那目前看起来状况是非常良好 那在昨天的部分 我们也请我们花莲县政府建设处的 邓紫禹处长 我们有跟他讲说 我们在出海口的部分 可能因为离岸突堤的这个部分 可能养滩 那可能造成我们出海口的 这个一个预杀的一个堆积 那也请他紧急的派了 那个我们开口契约的怪手的厂商 先来做一个处理 那从昨天也是开始一直在 逐步的排除一些问题 看着出海口的浪越来越大 花莲施工所除了起县府建设处 挖除淤沙 也要确保抽水机组可以正常运作 希望在台风来临时可以顺利排红 避免海水倒灌以及淹水情形发生 市长魏嘉燕也呼吁民众 要保持居家周边排水沟的畅通 并且做好防台准备降低灾害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市民说 我们可能在边沟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包括我们的塑胶袋 那可能有一些烟头啊 请务跟一些厨余请务丢到我们的边沟 那这样会造成我们排水非常的不顺 那可能导致这边要抽水 可能没有水可以抽 那在这边也跟民众说 请做好这次的防台准备 我想不管有没有进来 这防台准备一定要做好 谢谢旅回幻视报导